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故事极乐生 预言物道理 欢迎收看唱耍预言 古时候 当梵寿王在波罗奈治理国家的时候 菩萨投胎为喜马拉雅山的像 这只像一出生 浑身雪白 眼睛明亮 像宝石一样 它的个性非常好 长相又俊美 整个山头的大象都喜欢它 后来 它发现在像群里当中 有一些犯罪的行为 就失望的离开了像群 独自隐居森林 因为它守戒律 被称为有德像王 这一只大象住在一片浓郁苍翠的茂密树林里 离树林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湖泊 湖泊四周围 是不见水草的大沙漠 大沙漠之中不见飞鸟 也不会有人类来这片树林 所以这里就成了各种动物自由生活的乐园 有一天 大象正在树林里散步 它那一对像扇子一样的大耳朵 忽然听见了 在不远处的沙漠里 有人类发出的声音 大象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这个地方很少有人类经过 这里既没有通向城镇的道路 也不可能有人会来这么荒凉的沙漠狩猎 这些声音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声音的声音那么微弱 那么悲戚 听起来像是在哭泣 它们大概需要帮忙 我应该要去看一看 大象寻着声音走过去 果然 远远的就看到了一群人 它们看起来好狼狈 好可怜 有的人身上还带着伤 每个人看起来又饥饿又渴 一个一个踏着艰难的脚步 向树林这里走来 这一群人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 经过长途跋涉 早就累得连腿都抬不起来 远远的看到茂密的树林 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 有人发出声音 要大家看前方 那里有花草 有树木 相信一定会有水源 又有一个发出惊呼 有鸟类飞过的地方 前面一定会有吃的 有喝的 他要大家撑着点 继续往前走 这一群人互相搀扶 互相鼓励 大家都希望能够快点到达 前面的地方 眼看着离树林越来越近 有一只大象突然出现在 大家的面前 这一只大象就如同一座 会走路的高山 突如其来的在身边出现 让这一群本来就提心吊胆的人 更加的害怕了 大象也发现到了 自己像个庞然大物 突然出现在人类面前 一定是会吓到的 看大家惊恐的表情 大象赶紧用温柔的口气 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大象一边说 一边生出了长长的鼻子 慈祥的问他们 你们的脸为什么这么黑呢 头发为什么这么长呢 身上的尘土为什么这么厚 你们的身体又为什么会瘦成这样 请问你们都是些什么人 怎么会来到这片沙漠呢 如果你的身边突然出现一只大象 你会不会吓一跳呢 就只能看到大象 没有要攻击他们的意思 说话也蛮温柔的 大家的心情才慢慢的平静了下来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轻呼说 大象刚刚说的是人话耶 听到大象说人话 大家好像找到了救星一样 你一言我一句 跟大象说出自己的遭遇 原来这群人是一位冒犯的国王 才被流放到沙漠来的 这一群人见到 大象没有要攻击伤害他们的意思 心情也慢慢的平静下来 一个个诉说自己的遭遇 有人说 我们是因为冒犯的国王 被流放到这个大沙漠 又泪又渴 实在是走投无路啊 说着说着 其中几个人哭了出来 大象问 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有人回答 本来有一千个人 但是这一路走来 有饿死的 有病死的 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 虽然这一群人是因为犯罪 才被流放到这里 不过在大象的心里 是没有分别的 慈悲的本性让他动了 恶意之心 不但同情这些人的遭遇 还决定要帮助他们脱离苦害 大象心里想 这些人又饿又渴又疲劳 虚弱的呼吸声 好像随时会断气一样 想要越过沙漠 还要走好几百里的路 没有水也没有粮食 要怎么走出去呢 恐怕沿途就会一个一个死去 如果让他们住在森林里 那这些人要吃什么过活呢 大象想了很久 想不出来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最后他想到了自己 他决定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让这几百个人能够继续的活命 大象把长长的鼻子 高高的举到头顶 他大声的说 你们不要灰心 大家都有救了 众人惊讶又高兴的看着大象 眼神里充满了希望 大象说 山脚下有一处盛开莲花的大湖 大家就顺着这条路走 走到那里就有水可以喝了 大家可以先在那里休息 等体力恢复了 再下山 山脚下正好有一只 刚刚才不幸摔死的大象 你们可以吃他的肉填饱肚子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你们将大象的肠子取出来 肠子可以用来装水 这样在你们还没有走出 沙漠的期间 就有水可以喝了 大家听完大象的指点 尽管前一秒累得快要死掉 这一秒还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来欢呼 然后朝着湖泊的方向 跌跌撞撞的出发了 送走这一群可怜的人 大象赶紧抄小路直奔到山顶 大象向天祈求 为了拯救这一群人 我愿意献出我的身体 说完之后 大象就从山顶上跳下去 摔死在山脚下了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这一群人因为有了大象的指引一条深路 于是都打起精神 按照大象的指示 终于来到了莲花湖半 看到清澈的湖水 每个人都顾不得这个水能不能喝 高兴的用双手捧水来喝 有的人开心到问我 衣服一脱就往湖底跳 因为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洗澡了 身体休息干净后 脸上吹来一面的围风 有的人舒服到已经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了 经过一阵的休息 精神好了很多 肚子也越来越饿了 有人说 大象博士告诉我们 山脚下有一只不幸摔死的大象 我们可以吃它的肉来填饱肚子 有人回应 对啊 还要记得把大象的肠子取出来 它的肠子可以用来装水 这样我们就不怕没有水喝了 大家的精神都来了 一个一个赶紧起来 准备要到山脚下去找肉来吃 原本狼狈的模样不见了 现在有人哼着歌 有人高兴的鼠节拍 似乎在庆祝将要有一顿丰盛的大餐 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山脚下 一下子就看到了一只大象横躺在地上 有一个人小心翼翼 慢慢的走到大象的身边 他的手摸了一下大象的身体 然后回头大声的对同伴说 已经死了 大象说的就是这一只 他已经死了 后面的同伴听到了 一个一个开始欢呼 一个接着一个跑向大象的身边 大家都在欢呼着说 有肉吃了 有大象的肉吃了 还有人说 这么大一只大象 应该够我们吃上好几顿 接下来的几天 不用担心没有东西吃了 就在大家讨论着要怎么样来吃这一只大象的时候 站在大象眼睛前方的一位男子说 大家先不要吵 你们仔细的看一看 这一只大象怎么好像是刚才我们遇见的那一只象王呢 所有的人一听都挤到前面来了 有的人摸着大象长长的鼻子 有的人扇着大象大大的耳朵 有人盯着大象的眼睛看 其中有人受不了了 他说 大象都长得一样 怎么分辨是哪一只呢 赶紧杀来吃了吧 大家不是都饿了吗 现在 这一群人当中有两派声音 有人赞成 马上杀了 吃饱好上路 有人支持 先查清楚再说 于是现场闹哄哄的 没多久 一个声音从人群中窜出 他说 我确定这一只大象 就是我们刚才遇到的那一只象王 你们看 他的左脚上面 有一个安心的图案 我刚才就发现了 听到有人这么说 马上又有人附和 刚才我听见了一声很大的吼叫声 然后大地震动了一下 我想一定是象王从山上摔下来的声音 这个人才说完 马上就有人接着说 象王为了救我们 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们怎么忍心再吃他的肉呢 经过商量之后 大家决定 要焚化象王的身体 好好的安葬象王 报答他对大家的恩情 有人想起 大象从死亡之中 把他们救了出来 想起大象的精神和勇气 很多人都伤心的哭了起来 甚至哭到无法停止 这时候 有一个比较冷静 明智的人站了出来 他劝告大家 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 难过也没有用 大家应该要成全 象王的遗愿 遵照他的安排去做 否则 就辜负了象王的一片心意 他舍身的壮举 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最后 大家忍着悲伤 按照相王的嘱咐 取下他的肉 做干粮 还用他的肠子来装水 终于顺利的走出了大沙漠 找到了一线生机 在波罗那城 人们都传上着 灵伯树苗的故事 有一天 菩萨转身的修行者 进城起石脱波 不知不觉来到了王宫门口 国王一看到 就位修行者 脱俗不凡 就被他的风采给迷倒了 国王一手摸着胡须 一边走来走去的思考 心里想的都是 仪态庄严的修行者 后来 国王就叫大臣 去请修行者 祈祷皇宫里 修行者对大臣的邀请 感到十分的惊讶 不过 他还是跟着大臣来到王宫 国王亲自出来迎接 还请他坐在自己的 白色滑盖下的金玉座上 国王特别准备了各种食物 让修行者品尝 两个人慢慢的交谈起来 国王问修行者 下山是为了什么事情 修行者回答 他正在寻找一个 适合与祭居住的地方 国王诚恳的说 如果你不嫌弃 就住在我的御花园里吧 在国王的劝说之下 修行者同意住下来 国王特地让人盖了一座树屋 又准备好各种生活用品 国王每天都来看望修行者 他们经常一起饮茶畅谈 学经念道 国王有一个儿子 教总凶暴 是名副其实的恶太子 别说大臣拿他没办法 就连国王也管不住他 大臣们总是劝太子 要改过向善 老是做一些天理不容的事情 总有一天会招来灾祸的 不过对这些劝告 都被太子当成耳边风 国王为此每天都很烦恼 有一天国王带着王子 来到了修行者住的地方 国王说 这是我的儿子 从小性格暴躁 谁也管教不了 我把他带来见你 希望你能够帮忙教化他 修行人心想 这个太子桀骜不逊 想要教化他 必须要想个好办法 这一天 修行者和王子在花园里散步 修行者看到 有一棵刚长出两片嫩叶的树苗 他对王子说 你来嚼一嚼这两片新鲜的嫩叶 尝尝它们的味道 王子栽下了一片叶子 放在嘴巴里嚼了嚼 立刻就将树叶涂在地上 他说 这个味道太恶心了 就像是毒药一样 现在它还是树苗 如果长成大树 一定会毒害许多人的性命 王子说完 用手拔起了树苗 把它折成两段 修行人说 你知道吗 国家的臣民看待你 就如同这棵树苗一样 他们也会这样想 王子年纪轻轻的就这么凶暴残忍 等以后掌握了王权 真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到时候 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王子听了心中一惊 问修行者 你的意思是说 大臣为了要解除后患 很有可能会剥夺我的王权 就像拔掉这一棵树苗一样吗 甚至有可能会把我驱逐出去吗 修行者对王子劝戒说 是的 所以你应该要以这棵树的命运为戒 从今以后做一个宽厚善良的王子 修行者的这一番话 对王子的内心震动很大 他开始变得温和谦让 待人宽厚仁慈 国王在去世之后 终于能够放心的把王位传给王子 新国王继位后 施行人政 广行布施 做了许多的善事 人民都非常的爱戴这一位新国王 新国王没有忘记 是修行者的话点醒了他 所以他尊修行者为师 除了对他深深的亲众和感激之外 也会经常去探望修行者 聆听他的教诲 曾经种在玉花莲里的树苗 虽然已经被连根拔起 不过王子的能够却在成名的心中 深深的摘了根 最后成为成名心中的好国王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翱翔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赫拉 阿普罗带地 还有普罗米萧丝 回到远古的希腊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利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装神说在爱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充裕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毒药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尽后带领 不管是过往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山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行成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